好了那第二轮 东大很意外的把自己放在中间的位置 把大将留给了糖豆人九宝 他自己选择去面对春莉 这也算是一手博弈吗 因为你说让九宝去打春莉的话 不算很好打 因为春莉打阿比盖尔这种角色有点凶的 这样TOKEDO自己要来对上MOV这个非常凶的春莉 我们知道这个赛季春莉是蛮强的 MOV跟藤春两个人这个春莉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所以TOKEDO其实在这场压力还是很大 因为这个赛季的SFL就没有弱的人 就真的没有弱的人 来 中角抓中一发 大旋风可以这一波压制过去了 MOV只得拆头 中角又被点中 白鬼想要拍一波 TOKEDO在比赛上面要开始了 哎呀你MOV招牌 哎呦 东大刚才输了 东大刚才一个中拳派出去连招是没连 但MOV呢 也没想到这手是没连 可能已经双手放开摇杆等死了 因为那一波下去应该是自己死掉的 这里白鬼拍头春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东大这里TC被防 啊是吧 这个MOV失误大得很 想要打瘫一点 用VS起手大伤害去打 结果距离也太远了连不上 所以说贪这种事情万恶之源对吧 你有说求稳一点的 但对于高手来说 求稳就是认怂啊 不求稳就是要拼 这里浅浅好的 这个浅浅就灵性 TOKEDO很自信的觉得对手会抢 然后第一时间抢出来 结果对手是拉了防 这一波TC打完直接打晕 可以的 这一手浅浅过去突然拉一手防 我是没有想到 还有最后一次去 哦呦 这个倒是 TOKEDO显得奥升龙 结果MOV是一个前跳 这妖怪什么东西 好这边中调抓中 火波追上去压一个起身 重拳只是推到一个KON MOV想要后跳去躲 TOKEDO现在还是掌握着局势 来了到版边 诶想来骗对手一手 MOV才不管你那么多 MOV是典型的那种 不管你怎么打 我想的 按到我自己的来打就行的人 对吧 你 TOKEDO在那边一堆一片 想要给你一个下段的错觉 没有 我这里按了再说 呜 这边一个低空百列 想打拆 没打中 东大也不是很喜欢拆头的人 下中量发波 VT 然后开出来以后 这里 哎呦 我一口气都要给你断掉了 完了 吓死我了 你 你TOKEDO看着MOV在那边转起来 然后 然后就看着他转完了 然后就等着他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转 哇 有种很装備的感觉 那这样就到了第二局 上来中拳大缺反 这边提一波 脸都很秀 啊 就是要秀 比赛输一没关系 秀一定要秀的 对吧 发波 两手三手 第四手对手要铲过来咯 现在MOV觉得对手发了那么多波 我也不用考虑铲的事情了 因为对手应该不会再发 这里各种被打呀 手脚很长 这一发EX很关键 活泼一推 倒地 跳过去 哦 要直接凹出来再说 MOV 城也升龙 败也升龙 对吧 就 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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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们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MOV弹墙出来 出了一个百裂角 TOKIDO本来是想着去抓对手 弹墙那个轨道 用升龙抓下来的 结果MOV在空中来了一个刹车 我这谁都没想到两个人 就脑洞真的很大 应该说MOV的脑洞真的很大 很有意思 头 前度两位防 这一招拍头 黄两下没有晃出什么东西 再一发跳入 没有跳中 卡在板边位 位置上依旧是有优势 好的这个中角 突然一个起角 把对手送进板边 中前又点中 卡在联枪又掉了 好气 最后一个白鬼投资的投死了 TOKIDO在这边还是牢牢把握自己的局势 只要能够压进板边 能不放你出去就绝不放你出去 哪怕我要卖一点血 我也要顶着你的拳脚往前顶 只要抓住一个机会 你春丽摸我再多下 那也就是一下一下 但是我好鬼摸到你一下 那就是一整套的事情 真是有本质差别的 好 现在东大里面进攻 啊 直接一个转转进去了 这个转还能带换位的 不过没关系 东大表示我也很擅长换位 发泊 下转条再来 MV这边赶紧抹了一下鼻子 我出事情了 这真的出事情了 刚才那个转起来就非常有我们中国一位春丽玩家的风采 曾经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他也是玩唇利 经常打着打着自己就突然一个转转起来了 然后就死了 小莱还是非常怀念他 不过他最近好像去忙别的了 好那今天呢这场比赛没什么好太多说的 MV感觉就是转了几圈 把自己给转死了对吧 好那比赛还是非常精彩 那我们继续等待下一轮 总大将战由Marco来对上修宝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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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